我们看第三小题 表格要以这个1PT PT是点数的意思 它的宽度单位 蓝色然后外单框线 外面是单框线 然后内线呢是双框线 2分之1PT的蓝色内双框线 好那我们先把表格整个选起来 滑鼠移到表格上 然后左上角这个符号点一下 它可以把整个表格选起来 选好之后来 刚刚是在板面配置设它的储存格大小 那现在要设它的框线颜色在这个设计 框线往底 那你要绘制框线 你要从上面设定下来 上面这个是线的样式 好那外框我要单线 外框是单线 来双线 外框是单线 1PT 好所以单线 然后1PT大小 然后设定颜色是蓝色 好然后点这个框线的样式 好选那个外框线把它套用 所以外框就变蓝色单线 好那继续哦 内框线我要设双线 所以先选这个双线的样式 然后二分之一PT 比较细 然后颜色呢再设蓝色 好那这时候要套用的是内框线 好所以要点框线旁边三角形 去点内框线 好所以内线的话就是 颜色没有按到 好内线是 诶有颜色吗没有改 再一次 好有了蓝色有没有 好二分之一PT的内双框线 好这是双线 外面是单框线 1PT比较粗 内框线比较细 二分之一PT 好来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